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Webduno它有三大的這個平台 那首先呢 第一個就是它有所謂的Arduino Uno的這個模擬器 那也就是說 你們不需要任何設備 我在上面就可以玩了 可是它的元件比較少 它的元件稍微比較少 但是至少就是可以先玩一下 那第二個呢 我們在左手邊這裡 它有一個就是免註冊的 免註冊的這個叫Blackly 那這種的呢 它基本上它有比較我們常用的層次機目 它的好處是因為不用註冊 所以你只要直接連到這個網址就可以用 好 就可以用 另外呢 它還有一個就是更完整的是在我們右手邊這個 需要註冊的 它的所謂的雲端的平台 雲端的平台 那這個需要註冊 好 需要註冊 那也可以幫您的設備做認證 或者說你在線上直接更新它的韌體 因為我們只要牽涉到硬體的部分 我們常會需要什麼 軟體要更新嘛 就像我們軟體更新啊 韌體有更新 它有新的功能 你也需要做更新 也可以在上面直接做更新 好 那未來它會推出就是 設備可以鎖定 因為像我們剛剛 您有看到 您不是都有一個device ID嗎 那這樣會不會有點危險 或是我不小心知道你們家的ID 我鑰匙已經有了 就打開就 這就可以控制你們家的東西了 這樣是有危險嘛 所以在雲端平台的部分 它可以做設備的認證 以後它會就是推出 就是這個設備只能你用 別人知道這個也沒有 也不能直接使用 這個是三大平台比較不一樣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線上模擬器 您進到我們簡報的第24頁這邊 您進到簡報的第24頁 就會看到我們這個模擬器 網址在右手邊 在畫面上就有 simulator.webduino.io 您直接從這邊點就好 您點到這裡 它下面這裡會出現 有沒有 這裡會有一個 點到它 按下去就OK 這樣就打開了 有沒有進來了 那麼我的這邊呢 有一個文章是特別介紹這一個 在簡報第25頁裡面 因為它也可以玩假的嘛 IoT也可以玩假的 就在上面直接玩 就在上面直接玩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一起來體驗看看 因為你這邊會的 就等同 待會機目上就會用了 就會用了 那我們先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下這個 線上模擬器的部分 首先你一打開之後呢 我看一下 好像我另外一邊的畫面 各位沒有看到對不對 好 那麼首先呢 您第一個進來之後 您看一下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房子 右上角 那個房子就是模擬器的區域 您把它按一下 它會跑出一個像這樣 那您按一下這個元件就好了 有沒有跑出來的 有沒有 元件 但是你一定會覺得這樣空間好像特別小對不對 不太夠 沒有關係 您可以從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這個 放到最大 這樣你就可以整個畫面都是模擬器的那個 原件操作的 那也可以如果你覺得這樣 還有點麻煩 沒關係 你可以把這個區域放大一點 這樣也是可以 好 這樣也是可以 那因為我放大一點會看不到 所以我就先用這樣 好 先用這樣 那你要把這個元件拿出來怎麼按 你就按住它 但是不要按下就放開 因為按下放開會掉在下面 所以都是按住 拖曳 有沒有拉出來 這樣就一個了 好 你就按住拖曳 就出來一個了 那你如果覺得 啊我這樣遮住我的 我可以用滑鼠滑鼠滾輪 往前往後就可以把這個畫面縮小或放大 對不對 好 那我就稍微拉旁邊一點 我們就再把一顆LED燈叫出來好了 你看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LED燈 按住它拉出來 拉出來放開 按住它拉出來放開 萬一你多了怎麼辦 比如說我剛剛不小心按一下就掉出來 有沒有 掉一個在下面的 你可以先把這個元件 右邊的面板如果用完了按一下 是不是就收起來 按一下打開 這個 這個 元件這個地方按一下打開 按一下就收起來 好 我再按一下 是不是要收起來了 那麼這裡有多的一個 你就按一下鍵盤上的Delete 有沒有就不見了 請你不要看到垃圾桶就找垃圾桶 這樣的話是整個全部都不要 所以你不要找錯地方了 像這樣有沒有 那您看我們這個Arduino 可能有些老師有玩過Arduino的 那我把這個放大一點 這個那個板子真的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那您回歸到我們剛剛看到的這裡 我把它放在大一點 您看下面這邊 有沒有注意到有3.35伏特 對不對 一樣的有電源 但是因為它板子比較大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接地 這裡有沒有兩個 其實上面還有一個 上面還有一個 你看我把它往下 這裡有沒有還有一個 所以它有三個接地 表示說我板子比較大 我可以插的設備比較多 那我們剛剛Smart是只有一個而已 所以如果你有兩個設備以上 就要接那個我們講的麵包板 就好像我們的插座不夠用的話 你是會加一個延長線一樣 就跟那個概念是相同的 跟那個概念相同 所以那其他 那是不是一樣都有這些角位 有沒有有看到也是有毛毛蟲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類比的訊號 那如果沒有毛毛蟲的這一種的 就是我們講的數位訊號 所以都是相同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有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你看喔 在這裡 剛剛我們有沒有拉一個LED燈出來 現在您看一下 欸對了 如果您像我這樣 是移到畫面比較下面 要把這兩個一起拉上來怎麼辦 按滑鼠右鍵拖曳 有沒有一起拉上來 你不要那麼辛苦 一個一個慢慢拉 這樣會到天荒地老吧 對不對 你就按右鍵 在空白地方按右鍵 有沒有這樣拖曳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整個板子一起移動 就等於我們那個 手的功能啦 好 那我現在把它拉上來 您注意一下 有沒有注意到我們這個LED燈 長短角 長短角要怎麼辦 來看醫生啦 呵呵呵 所以來我們要先區分一下這個 我們長角是什麼 正極 短角是負極 好長角是正極 這個短角負極 所以短角要怎麼樣 接地 要把它接地 那長角這部分呢 我們就是接到訊號裡面 比如說你接到石 好下面這些都可以 那怎麼接你看一下 我就滑鼠一過來 有沒有亮起來 他的腳位那邊會亮一下 有沒有 這裡滑過去有沒有亮起來 按住拖曳就好了 這樣你就會杜邦線了 蛤 就取在我們上面那個 不是有 我們板子上面不是有這個嗎 這個啊 就是這個線啊 呵呵呵 這樣模擬一下就會了齁 好 所以我把這個 再把它拉下 萬一接錯怎麼辦 抖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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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真的啊 點到它按抖曳 這就沒有了 這樣都不會有耗材產生 因為杜邦線有時候不想要弄壞掉 抖曳 抖曳 那有些人比較 要追求完美 你可以中間按一下 因為這樣比較好看 按著 接過去之後 中間按一下 你就可以折開 這樣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齁 你可以把你看你要接到哪邊 你覺得比較好看一點 因為有時候線 這樣穿插直接過去 不好嘛 哈哈 事實上這個對我們 來講是沒有差啦齁 只是說視覺上這樣比較好看 好那如果你弄好了 你可以先把它收起來 我們要來看左手邊的積木囉 接下來是不是在連接硬體 對不對 好那硬體好了之後 我就 讓各位 進到我們左手邊這邊 左手邊這邊 我稍微把它縮小一點 把它拉過來 這個你可以縮小 你也可以用滾輪稍微縮小一點 好 現在我們從左手邊這邊 我就進到這邊 你看 它這裡面呢 這就是我們講的類疊齁 就積木的類疊有很多 有很多齁 那我們首先 先找到 這裡是不是有叫開發板 這裡有開發板 你把它按一下 裡面的板子的積木就會跑出來 有沒有看到的 好那我現在哪一個積木的話呢 你只要按住它拖曳就好 跟我剛開發板 按住拖曳 有沒有就跑出來了 預設的話呢 它是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馬克一號 或Fly 那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是用模擬器 Webduno它本身可以透過這些方式去做連接 這些方式我們現在就透過模擬器 那至於說那個ID的名稱是什麼 因為既然是模擬器 你高興就好 永遠都叫得到 永遠都叫得到 好 那有了這個開發板 代表的是我們右手邊這裡 現在這個板子是不是準備好了 可是我們是不是還有一個 一顆LED燈 所以我們還在找一下 LED燈在哪裡 好一樣的我來這邊 開發板下面是不是有個LED燈 好你找這個 有沒有一個紫色的 這個就是先告訴我們 板子上面你的LED燈腳位接在哪裡 接電源接地 不用告訴他 他都知道 現在只猜在什麼 你的那個訊號線是接第幾個腳位 好 接幾個腳位 所以我按住他 拉到這個開發板裡面 但是我腳位我剛剛接在第10 對不對 有沒有 每個人接的不一樣 所以你選到你的 OK了 現在這樣透過這個方式 我已經把兩個硬體設備都解決了 積木就完成了 這樣子積木就完成了 那真正讓他動起來怎麼辦 因為是LED燈的嘛 所以我就找這個LED燈的這個 類別裡面 有沒有發現下面有好幾個 跟LED燈的動作有關係的 好 我們就讓他做閃爍好了 我就把它拉上來 拉上來 那自己閃爍的時間 你可以自己決定 所以我們這樣就OK了 那什麼實際上劇狀看看 右上角這邊 您有看到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Play的 有沒有 右上角這裡 您就按下Play就好了 你看看你的燈會不會亮 這樣有簡單嗎 對啊 所以積木式的現在就是像這種方法 只要你大致上知道他的 喔這個積木什麼類別 放在哪裡 你找得到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相對的如果你的積木錯了怎麼辦 你看 找一下 有垃圾桶 呵呵 第一個 在很遠的地方 右下角 有沒有個垃圾桶 你可以把它 拉到這邊丟掉 放心 積木來的時候 蓋子會打開 好 這是第一個 但這個有點遠 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放到左手邊 就把積木往左手邊丟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丟掉 另外一個 這個 規體的按鍵盤上的這個 對不對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樣 像我這邊 我都要丟掉 你看我拉過來 有沒有都這種蓋子打開的 哈哈 如果你覺得這個動畫 動畫有需要看到的話 那其他我們丟左邊 意思一樣 意思一樣 好 那這樣子 體驗完了之後 就可以 玩真的了嗎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來玩真的 那像這樣子呢 感覺對了之後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再看另外一個 我們來看右上角 這裡 剛剛我們打開的是模擬器 你看旁邊有沒有一個叫燒杯 所以這個叫什麼 網頁互動 網頁互動 你看我來這邊 按一下 按一下 有沒有跑一個東西出來 你看 你們的 應該不會跟我一樣 應該預設在顯字文字 顯字文字 那 這兩個現在是不是疊在一起 你可以稍微把它拉開喔 你看 像我在這邊 我可以稍微把它拉開 有沒有 或者你要把模擬器拉過來 也可以 這個 框框是都可以移動的 好 就看您 會不會擋到您的位置 好 會不會擋到您的位置 那我把它拉過來 我們先換一個 把它換成點擊燈泡好了 好 你把那個類別 我們把它換成點擊燈泡 把這個類別 我們換成點擊燈泡 裡面就有一個燈泡給你按 就有一個燈泡可以按喔 有沒有 燒杯你按下去 就會看到那個 那在互動的方式那裡 互動方式這邊 你可以下拉式選單 就可以找到點擊燈泡 好 找到之後我們現在 這個 現在這個積木我不要囉 先把剛才的動作停止 現在我就把我的 這一台 放進來 但是呢 我這邊 很抱歉 我現在不是用模擬器 我是玩真的 我是透過Wi-Fi 我是透過Wi-Fi 所以我現在呢 這樣子 因為我改變程式 要記得要重新停止 執行一次 你看 我在這邊按 有沒有這邊就亮了 對不對 我在按 我現在有沒有三個都可以控制 那因為以往我們 從網頁要控制到 真正的所謂的實體的這些東西的時候 有安全性問題 所以以往我們要寫程式 控制這塊是不容易的 尤其是透過網頁 那現在呢 因為用WebDuno這種方式 其實就比較容易解決 這樣比較簡單嗎 簡單齁 所以各位要不要試看看 都可以三個 三個 模擬跟真實的 我現在不是跟真實的 那是真實的 它模擬 模擬的有變啊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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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你看這裡 有沒有這裡有亮 有對不對 所以 一顆兩顆 還有一顆 這樣 是不是就比較容易 如果像我們現在天氣比較熱對不對 我們就換電風扇 我們就換這個電風扇 所以呢 如果我開燈 就順便電風扇就打開 這樣應該也可以 那我這邊只是有一個那個 控制板 有沒有 這個板子 所以我們講說 WebDuno的好處就是說 多個裝置互動的時候 因為它都Wi-Fi 相對來講 就比較簡單 好 那如果你是像我一般的 單 阿Duno 單機板的方式 就是這樣 多個裝置要互動的時候 會 你要做的動作 比較多 嘿 這個是 像這樣子玩 那就給老師玩看看喔 如果你知道我們家的 這個 我的是LGOA嘛 所以 你應該知道 你知道的 也可以控制它嘛 好啦 老師就試看看吧 好不好